如果医生告诉你,你只剩下两年的生命,那么这两年你会希望怎么度过呢? 这位罹患癌症,年薪千万的科技业执行长,选择回到家乡,用剩余的时间帮父亲养施木鱼。 他说常年在大陆工作,现在回到家才发现爸爸真的老了。 而他接手鱼温之后,也改变了养殖方式,采用友善环境的古老鱼法。 最开始的前两年,家里一整池的施木鱼全部阵亡,损失上百万。 但是这样的挫折却反倒激起了他的斗志。 到了第三年,无毒施木鱼就获得水产大奖的肯定。 也或许是因为全心全意投注在工作上,九个年头过去了, 他忘了病痛,更忘了计算医生给的年限, 努力地活在当下,创造生命的奇迹。 天色未亮,哗啦哗啦的水车打破宁静, 是清晨最有朝气的声响。 渔民们穿着青蛙装,来到渔温准备上工。 尝着交法,不穿青蛙装就下水, 黄国梁到渔温中央,调整卡住的渔网。 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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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不似传统的捕捞,没有电极湿木鱼, 惊扰渔群的画面,黄国梁在渔温中央布下渔网。 刚附网的这一刹那,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拔起来, 因为活动力太强, 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要下往去捕。 太阳冉冉升起,照射着渔温, 波光炼焰, 狮木鱼在水面上拍打,跳跃。 台南雪甲的美丽渔村风景中, 七八十岁的老渔民们坐在交法上, 鲜熟的让狮木鱼一直直脱网, 让鱼体不至于受伤。 一般人对这个方式不了解, 就是用蛮力硬拔, 蛮力硬拔都会伤害到鱼体, 对,所以现在除了七八十岁以上的, 年轻人没有人会, 这一点是我们很大的困扰。 困扰的是老渔民逐渐凋零, 雪甲只剩下三四位古法拔鱼高手, 老一辈的渔民对鱼儿的体贴, 是黄国梁要找回的友善养殖方式之一。 现在所看到的虱木鱼, 在捕捞的方式都是大网回网起来, 然后集中下去做电极, 那做电极其实我们不谈说其他的因素, 光你受电极之后, 它的鱼肉跟它的甜度会跑掉, 那我为了要追求这一只虱木鱼, 最古早的味道, 那我们用我阿公时代的这种, 鱼丝网的捕捞方式, 其实我没有能力把这一只鱼变好吃, 我只是让它回到过去, 鱼现在吃到我的鱼, 其实就是我阿公时代所饲养的鱼。 秉持着对土地友善的信念, 将近一甲地的鱼温里, 黄国梁只养了五千尾虱木鱼, 数量是一般养殖户的十分之一, 就是要让鱼群有宽广的空间招挑, 运动量够,活动力强, 虱木鱼才能有厚厚的美背, 却没有过肥又不健康的化学鱼度, 个个都是身材高挑的模特模样。 我的鱼真的很漂亮, 所以你看我们每一只鱼都跟子弹型一样, 其实虱木鱼它原本的形状就是这样子, 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消费习惯改变了它, 改变了它的体型, 所以我常讲说我们现在在外面吃到的虱木鱼, 它只是长得像虱木鱼的一只鱼, 因为它没有虱木鱼的风味跟口感。 黄国梁从小是虱木鱼养大的, 但是13岁就离开家乡, 四处打拼, 在中国是年薪破千万的LED厂CEO, 不过在大陆为别人卖命, 换来的是干硬化, 加胆囊癌, 医院发给他永久有效的重大伤病卡, 医生宣告他只剩下两年的生命, 辞职回到台湾之后, 黄国梁回乡探望, 才惊觉爸爸已经是白发苍苍的七巡老翁, 爸,你不用牙科夫了, 多人要扮, 你就拿那儿看就好了, 我帮你帮我爸, 可以啊, 我扮助不要让他下来, 黄国梁想尽办法, 不让年事已高的老父亲, 黄碧田浸泡在水里, 但黄爸爸就是闲不下来, 以前一直觉得爸爸不会老, 可是有一天回来乡下突然觉得, 这个老人家是谁, 那就觉得养鱼最需要的, 其实是搬飼料, 一些劳力的工作, 那发现说我爸爸他已经没有办法负担这些工作, 刚回台南的前两年, 为了养出无毒, 对环境友善的石木鱼, 这个祖传的鱼温, 不是能够赚钱的聚宝盆, 反而是个烧钱的无底洞, 说实在话, 我前两年因为为了养这只鱼, 把我这辈子赚了, 所以我先进去全部赔光, 那我老婆放弃他在台北的高薪, 然后来台南做一份两万多块的工作, 然后赚钱养我这个家, 然后再把钱丢到鱼温里面去, 回了多少钱, 黄国良说不敢去算, 数字太悲惨了, 但真正醒过来的是有一天晚上, 整池的鱼群突然离奇全死光, 8000条鱼200万, 一个晚上就没了, 发生事情当下, 其实我真的觉得说, 老天爷不会对我那么不好, 至少会留下一些给我, 可是当我发现他一无也不慎的时候, 我突然觉得说, 这个产业好像没有那么简单, 一般癌症病人, 哪能承受这样的打击, 但是老天爷的绝情, 让黄国良对养殖业产生热情, 激起他的斗志, 终于三年有成, 黄国良养出来的虱目鱼, 不但拿到了全台第一的欧盟认证, 无毒标章, 还连续两年获得国内水产界的奥斯卡大奖, 海燕奖的肯定, 来,各位,我们往里面, 游客们鱼罐进入皇家的餐馆, 品尝着黄爸爸黄碧田, 开发出来的石木鱼香肠, 创意口感一点都不违和, 驴驴抢功台南地方新闻版面, 但是既然要回乡工作, 就要做出一番成绩, 黄国良还研发出鱼菲力, 用冷风干燥熟成的技术, 把油脂丰富的鱼鳍副味, 煎成像菲力牛排一样的软嫩, 我的东西我都强调说, 吃远味, 不要过度调味, 所以它什么都不放, 来,吃我们的鱼菲力, 全国十大招牌菜, 吃的时候我们打痕, 像吹口琴一样, 左边吃,右边吃, 骨头会留在你手上, 不要这样直接捅, 这样捅的话, 每一口都有鱼刺, 其实鱼本来就有骨头, 我们利用刀工, 然后正确的方式, 可以把骨头完全避开, 它很紧实, 然后油脂很丰富, 然后很Q弹, 觉得很好吃, 第一次吃到有那种海风味道的鱼菲力, 真的是非常特别, 原来鱼也可以有菲力, 而且是有真的海风的味道, 为了让婆婆妈妈方便煎鱼, 黄国良透过特殊的技术, 抽取鱼度20%的水分, 煎起来一点都不油爆, 就这样, 把它放上去就好了, 煎丝木鱼, 没人敢做这个动作, 本来完全不会油爆, 黄国良从小就喜欢进厨房, 九年前当被医师宣判死刑时, 第一个愿望就是开餐厅, 如今卖丝木鱼, 也开发出好多丝木鱼料理, 医生说两年可以吗, 只剩两年, 那我就想把我这辈子, 以前为了钱, 为了生活去卖命, 为别人卖命, 那我就想要去做, 接下来这两年我想要做会让我自己开心, 或者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, 所以我当时的餐厅其实说实在话, 是异国料理, 综合料理, 我想煮什么, 我就煮什么, 对黄国良来说, 丝木鱼的每个部位都可以入菜, 一尾鱼才只有一个的丝木鱼腱, 是老饕限定的美味, 加入青葱辣椒, 快炒一分钟, 吃得到鱼腱Q弹带劲的特殊风味, 也是皇家的拿手好料, 翻了是不是就带有土味, 可是它我发现它没有土味, 可是它那个味道, 那风味真的还蛮独特的, 而且它的那个油脂的那个细腻程度, 我觉得刚刚好。 别人卖面用猪骨鸡骨熬高汤, 皇家用的是湿木鱼骨当汤底。 当初熬的原因是因为, 我有在卖面线, 因为我不喜欢用味精鸡粉, 所以我就熬鱼汤来做汤底, 对,当汤底, 一直到去年, 还发现说,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好的营养骨基品, 对, 所以才开始把它量化生产。 380斤的湿木鱼骨, 用臭氧气泡式的洗净方法, 冲洗着鱼骨里的杂质, 再加上皇国粮手动翻搅, 让鱼骨更干净卫生。 无毒的湿木鱼, 再加上8只没有抗生素残留的九糟鸡, 就这么在大桶子里熬上三天两夜。 喝起来新鲜醇厚, 皇国粮把湿木鱼高汤当成鸡精, 再为健康打底, 因为拼了这么多年, 很多时候他一天只吃一餐。 其实我回来的前三年, 我没有顺利收藏过, 我每一年都是惨败收藏, 对, 那也把我这辈子赚了所有现金全部赔光, 当时在没有钱吃饭的状况之下, 我也不敢跟任何人讲, 对, 因为毕竟这个状况是我自己造成的, 那真的没有钱吃饭的状况之下, 我们吃不起三餐, 就吃两餐嘛, 那两餐吃不起, 我们就吃一餐嘛, 对啊, 后来我发现吃一餐还是活得下来, 对, 所以其实养成我现在一个习惯就是, 我到目前为止, 我还是一天只吃一餐。 黄国梁改善了养殖环境, 却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, 因为要挑战市场机制, 打破养殖户被盘伤绑架的不合理情形, 黄国梁想要结合更多的养殖户, 发展类似器作的方式, 鼓励养殖户用他所制定的友善养殖方式, 提升施木鱼的品质, 在九年前当我被宣判只剩两年的时候, 我没有想那么多, 我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情, 可是经过了这个关卡之后, 当初没死掉, 那我现在想要为这土地做一些事, 所以我才会毅然决然地去贷款的一千万, 来盖这间工厂, 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养殖户, 能投入所谓的友善养殖。 曾经罹患胆囊癌和肝硬化, 黄国梁放弃治疗, 没有放弃希望, 之前医师判定他只剩下两年生命, 他拿来圆梦, 尽情挥洒, 现在已经夺活了好几年, 黄国梁说不知道何时会挂掉, 只能珍惜失而复得的每一天,